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内地仿佛内籍人士开始买卖A股帐户的规定 加上中国外汇储备回升 刺激了A股飙升超过2% 上证指数修复2,800点关口 以至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收市报2,815点升67点 而深证城址到高开高走重上9,000点关口 收市报9,160点升249点 湖深300指数收市报3,459点升94点 而创业板指数收市报1,581点升40点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 首先受到内地A股做好大动 港股今天显著上升 全日收市的时候 恒指升了372点 收市报28,688点 而国企指数也升145点 收市报10,768点 而大股成交金额 全日有986亿元 至于今天 腾讯就升了2.4% 中移动就升了1.6% 而汇控都升了1% 平保 平保就升了1.5% 至于浪银股也表现不错 好似公刊 股份偏好1398就升了1.4% 银行也升了2% 至于浩岛股 今天走势也挺凌厉的 比如银鱼 就升了超过半成 而永利澳门就升了超过4.6% 至于风电股 好似大唐新能源 和华能新能源 亦分别升超过9.8% 和7.1% 另外 现在再和大家 看看主要蓝筹股的收市表现 汇方控股 全日收报73.3.5% 升超过1% 中国移动全日收报70.7% 升超过1.5% 而建行升超过1.9% 收报6.94% 而公行收报5.61% 中刊就收报3.69% 港交所方面收报233元 中国人手收报19.66% 升超过2% 邮邦保险收报68.55% 升超过1% 而腾讯控股收报396 升超过2.4% 而金沙中国收报41.05元 升超过4.3% 长和升超过1% 收报84.9元 而新鸿基地产收市报120.5元 九龙仓报25.95元 中海外报25.35元 而华润置地收市报26.05元 三统友都向上 中海游收报12.72元 中石油报5.73元 中石化报7.03元 昆仑能源报6.87元 中国神华报18.24元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面吧 解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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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